那我自己平常呢 在家裡喝滴塔的時候 我也都會加一些氣泡水進去 這樣可以徵合它的甜味 然後更耐喝一點 搞定 我要做的是Gin Tonic 稍微攪拌 然後再加通菱水 再用通菱水的氣泡 把香草汁的香氣蓋出來 Cheers Gin Tonic 哈囉大家好 我是Steven Bar的Brandon 他是你們的網路閨蜜 哈囉大家好我是Skimi 耶 今天呢我們在GQ Bar at Home 打算推廣的是居家喝酒的部分 所以呢我們等一下呢就是邊喝酒 邊來聊聊兩性議題的關係 這部分你應該很厲害對不對 你是說喝酒的部分還是兩性議題的部分呢 我覺得你都有 剛剛你的酒家那麼濃 不敢當不敢當 所以呢GQ呢就準備了十道題目 讓我們呢一一的順序的抽 然後我們就開始回答裡頭的問題 然後呢來幫觀眾解惑 好第一張 那我直接唸出來了 我看到不敢看 你做好準備了吧 第一張是先喝一杯Shot 好很棒 來人 Shot 小二 他是說喝一杯 對他沒有說兩個人喝一杯還怎樣 所以我們就兩個人 喝一杯 很棒 很棒 那你喝多少剩的我喝 謝謝 下一杯我先喝 下一題換我抽 好 咦 這個不對吧 不喝Shot 不醒 那再來一杯 再來一杯 不是說兩性題目這跟兩性有什麼關係 好來來來來 欸等一下我先喝 來不及了 來不及了 先小心 嗯 下一張我還是Shot 我們就 不錄了 我覺得不對勁會不會等一下都是Shot 你知道嗎 這個 陰謀會拆穿啦 Shot喝起來 護乾一杯Shot 護乾一杯Shot 這個不最近了 來人 斷下 白痴喔 男生跟女生喝醉 分別會做出什麼行為有差嗎 可以分享自身遇過的案例 欸這個這個我很想聽欸 我很想聽 女生會有什麼分別 你是不是習慌一些 不太好的 不太好的劇情 比如說 頭懷重抱啊什麼 但是我覺得真的是看人啊 是 因為我有遇過有些女生 真的喝醉就睡死了 也有女生喝醉就亂親人的 也是有女生喝醉就啼笑的 是 所以就是看你運氣 是我喝醉是那種會跳舞 大家怎麼分辨我會不會 就是 喝醉了 就是我開始跳舞的時候 你說來一段爬拼 對對對 不管任何音樂然後都亂跳 然後不知道要被看毛 我想看你喝醉 欸你這樣子我好奇問欸 你說任何感官都會放大 你對他有一點好感 你會不會喝醉人喜歡他 也不會 好那謝謝我們下一題 好來下一題有人說 女生約男生喝酒是想交心 男人約女生喝酒 則是別有用意 你覺得呢 欸我覺得這我要回答 怎麼樣 我先回答 我覺得都有 我覺得不管男生約女生 還是女生約男生 其實都別有用意吧 跟陌生人喝酒比較好玩嗎 我喜歡這題目 我喜歡這題目 你覺得比較好玩是不是 我覺得可以玩一些不同的遊戲 你知道嗎 欸這樣會不會 掉分 怎樣 最誇張一次喝醉的場景 喔我也很誇張 來來你來分享 欸釋放醉嗎 你來分享 我有一次呢 就是憤怒醉 然後 就是我打我朋友巴掌那一次 後來呢 他幹嘛 沒有他好像就是想要找我錢 因為我付了一千塊 他要找我五百塊 然後我就啊 然後他就想說 什麼意思 然後後來我就一個人 如果我要回家了 然後就衝到街上之後 然後好像坐在街邊 然後就很 所以我想說在那邊醒一醒好了 所以呢 結果警察幫我送到醫院 不是 是叫不醒你嗎 還是叫不醒你 然後但是 我不知道好像就一邊 一邊生氣一邊哭吧 然後後來呢 我外婆就到醫院來 你還好嗎 你有沒有事 你有沒有被欺負 然後呢 我表情就說 他沒有他沒有 趕快送他回家 好來開始 Shot 我看到了 Shot 沒完沒了 那我們就 勝從這個 上天的安排吧 好 這次我先喝好不好 好好好 我快喝醉了 所以呢我們是哥們 你不是要先 是是是 你不是要先 好 好可以可以可以 有良心 有良心 我最快喝醉導演很緊張 好 下一題 一個晚上最多喝過多少 你醉過喝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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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醉過喝多少 我醉過喝多少 好 下一張 你有斷片過嗎 這必然是有 是 是 但是你斷片過有發生危險嗎 就是那個被送警察局 酒後真的比較容易把持不住嗎 也就是酒後亂性的部分 這要問你囉 我覺得可能會 感官放盪 對 你剛剛說不會 但是我覺得 其實我會 因為其實有一部電影 它裡面就說 所有男生跟女生之間的這種 Friendship友誼 都有一個 drink number 就是幾杯酒的上限 你如果超過那個 你就一定會 就是發生關係 那就是看你們兩個的酒量 各自多少 比如說我是6杯 你是7杯 那我們兩個就是加在一起 不可以超過 13杯 對如果超過13杯 不管是說你喝8杯 我喝剩下的 還是你喝10杯 我喝剩下的 就是都不行 反正就是一定會弄 這就是那個電影的邏輯了 這講哪一部電影 你還記得嗎 叫做單身趴趴趴 這樣搞不好 因為這部影片出去的時候 大家以後會先問說 你喝幾杯 會醉 會先問這個很重要 真的 32真的假的嗎 沒有啦假的啦 真的假的沒有人敢約你了 假的假的 平實力單身的 大家都想幹嘛 大家都想幹嘛 32杯呢 算了啦 我以為比不過 然後就不約你了 所以以上就是我們GQ8的特集 再加給喝酒 就是跟好朋友一起聊天 然後這樣多開心 你會做出平常不敢做的自己 卸下心房 卸下面具 對 比如說胡言亂語的服 胡言亂語 而且呢 就像我比如說喝多了 我就可以直接 沒關係就在自己家 然後就直接睡 那真的是很方便耶 對阿 真的是很方便 我很喜歡House Party的原因 就是這個 如果今天就是已經喝到累了 我就我要去卸妝了 然後我就直接離場 對 可以不要管其他人 反正就自己家 可以玩各種遊戲在家 自己居家喝酒 大家可以嘗試看看喔 我們下回 我們 謝謝 拜拜 謝謝好尷尬 真的 全台灣在居上的酒吧 謝謝